毛柔见到这名年轻剑士如此拖大,恨得牙痒痒,若是以往见着如此性子刚烈的俊艳,还不得好好绑去床上调教怜爱一番,只是此时兵戎相见,就只剩下刻骨挠心的怒意了,一连说了好几个沙字。 战马前奔炸如雷,徐凤年一气不歇滚龙壁,虽然做不到羊皮求李老头那样一条剑气数十丈,不过在草原上对阵拓拔春笋的生死之间,悟出了一袖青龙,剑气滚龙壁就愈发货真价实,身形如鱼油,叶在潮头,对上第一批铁骑冲锋,春秋在首,当中就劈开一人一马, 然后横向奔走,无视铁矛点杀,仗着真气鼓荡的海市蜃楼,一开始就抱有持久厮杀的念头,不去执意杀人,而是剑马变斩,中甲骑兵马战无敌,下马不战就成了累赘。 战马冲锋如同一线潮的阵型,被徐凤年杀马破潮,顿时有十几骑人养马翻,迫于第二拨铁矛如鱼点,只是略微后撤停歇,复尔在近,身形逍遥剑气翻,好似单轻裹手的血液泼墨,看得持毛高作的毛柔咬牙切齿, 仿佛踩几个眨眼功夫,毛家倾注无数心血精力和足以堆成小山真金白银的铁骑,就已经阵亡了将近二十人,一旦坠马,就要被那名书生装束的剑是一剑削去脑袋,或者剑气裂中甲,死无全失。 这几乎是寡去他身上肌肉一般疼痛,他很想一脚踩爆那相貌英俊小王八蛋的裤裆,然后质问一句,你知道老娘养这些铁骑跟养自家儿子一样,容易吗?容易吗? 毛柔很快安静下来,别说五百骑杀一人,就是三百骑,对阵一品金刚镜,后者时有八骑,也得被活生生耗死, 不过这里头有一个重要前提,那就是死了一两百人后,阵型不乱,胆子没碎,不至于杀溃逃散。 对于这一点,毛柔有不小的自信,这五百斤无畏骑兵等同于毛氏亲兵,他养兵千日,极为看重实战和赏罚,经常拉出去绞杀山寇和马贼,对上前者倾骑倾甲作战,后者铁骑倾骑混杂厮杀, 每次功成归来,别说酒肉赏银,只要你敢拼命搏杀,就算是敦皇城李瑶子里的那些花魁,毛柔也有魄力去花钱请来,军营打赏下去。 气闷的毛柔重重吐出一口浊气,恶狠狠道,完贱的小子,你死了以后,姑奶奶我用铁蹄将你的尸体踏成肉泥。 毛柔高声道,别给他换气的机会,用马撞死他。 哪个家伙第一枪刺中,老娘就打赏他城里全部叫得上名号的花魁,玩个三天三夜,直到你们三条腿全部发软为止。 谁第一个刺死他,老娘亲自上阵,给那个走狗使运的王八蛋吹一管销。 金吴骑兵都杀红了眼。 徐凤年面无表情,一手欲剑取头颅,一手近距离杀马杀敌。 毛柔看着战场中惊心动魄的单方面绞杀,冷笑道,拉开三十步,丢毛制枪,捡起以后再来。 与徐凤年纠缠的半圆形骑阵顿时后撤,第二波骑兵一瞬丢制出枪毛,这可不是百步以外的箭矢那般轻易拨开,能够成为重骑兵,屡立本就不俗,因此每一次镜射都堪称是大力尘。 欲剑不停,斩乱阵营,徐凤年握住两柄擦肩的铁枪中段,在手中一旋,两枪如镜面圆盾,所有近身枪毛都弹飞在外。 一波丢制过后,徐凤年握住铁枪,双手回馈了一次抛制,立即有两旗鹰声落马,铁甲通透。 毛柔看得触目惊心,事已至此,竟然开始麻木,声调冷硬下令,围住他。 这名心狠手辣的女将低声吃笑道,老娘就不信你能做到两百年前的吴家九剑破万骑,一人如何成就见证。 毛柔给身边五名嫡系骑兵都尉一个眼神,瞥了瞥下巴。 五旗开始悄悄提枪急速冲锋。 一圈六十旗,尽量躲避那柄恐怖飞剑,然后三十步外同时丢至枪毛。 徐凤年双手浑然抱怨,枪毛出人意料地随之旋转,左手错过一抹,六十杆枪毛反向射出。 虽然,这些重骑兵静止时行动相对轻奇要迟缓,却也不是稻草朵子,除去十几根大剑太过于刁钻,刺死重创了骑兵,其余都只是擦伤或者被竭力剥去。 不过最内一层圈子开始有破裂的迹象,而六名武力在金吴卫中登顶的骑兵都尉就在剑系中瞬间奔出,同时丢出枪毛,然后抽蟒刀。 一人被春秋飞剑割去半张脸,坠马身亡。 第二匹马仍是笔直凶悍撞在了这名可怕剑士的胸口,一撞之下竟然只是让他一脚后划几步,便止住了身形。 索性,一骑侧向撞来,才将骑撞飞,另外一名都尉蟒刀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空踢下。 总算见血了。 这帮厮杀到现在的憋屈金吴卫骑兵,差点热泪盈眶。 那名侃中书生见识尖头的彪悍都尉心头一热,才想要将吃奶的尽头都推到刀锋上,削去这个年轻狠人的正直膀子,就瞧见那不带感情的双阴柔毛子。 下一刻,他就被崩开蟒刀,给一把拽下马,用双手拧断了脖子。 徐凤年丢下鲜血淋漓的头颅和身躯,嘴角扯了扯。 毛柔沉声道,都尉堂康战死,抚恤钱是五十两黄金,准许他儿子进入毛氏思学读书,集贯后立即进入金吴卫,担任都尉一职。 毛家众诺。 这是一块比金吟还要沉重的金字招牌,这也是毛氏能够在敦煌城数次跌宕中始终占据实权高位的根基。 军心再次凝聚。 徐凤年拿住春秋剑,开始狂奔,直线冲向发号施令的毛家女子。 成胎大半的金吕和剑胎圆满的招牢终于出了剑囊。 所到之处,两侧骑兵驳耿间纷纷绽放出一抹血珠。 毛柔眯起眼,这一次并未退走。 两名不起眼的重甲骑兵猛然落马,手持蟒刀,大踏步和徐凤年展开对冲。 毛柔则一家马腹,游入阵形厚重腹部。 他显然不惜让金吾味中隐藏的毛氏精锐死光死绝,也要慢慢耗死这个横空出世的见识。 宫城白向门外,可谓枭雄林立,各自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 毛氏组长毛瑞是一个精寿老者,坐轿而来,此时帘子掀开, 车厢内摆有一整套精美绝伦的炉瓶三式。 香炉是旧南唐官窑烧制的三足瓷香炉,五彩斑斓,是九富盛名的南唐国戚,一寸瓷片一寸金。 香盒更是这段盒,筑藏有一块海中百年漂游,才呈现出纯白色的珍品龙咸香。 筑瓶插有几根黄金小筑白银相产,两名身段妖娆的妙龄女子跪在一旁。 低眉顺眼,轻巧焚香。 毛瑞眯起眼,脸色看似安详,眼神却尤为炙热,望向城门口,一只手探入灵口。 按在是香女的胸脯上,另外一只手也没闲着,隔着惊觉天下的稀数段子,抚摸另外一位侍女的臀伴儿。 毛瑞这些年亲眼看着那名女子,在城主身边一点一点,由女童蜕变成妩媚少女,再长成国色天香的成熟女子,没有一夜不去垂涎她的身段,尤其是她身上的独有体香。 车厢香味弥漫出去,连相隔十步以外的一名骑马老者都清晰闻道,不过显然这位老继福利不服老的配件老人并不领情。 闻着扑鼻而来的香气,有些厌烦,她曾是锦西州上一任持节令的旧将,叫卢武,攻马赎安,青壮时候更是锦西军中名列前茅的骑射高手,上了岁数后也没落下武艺,对于同之通气的毛瑞,其实向来看不起,伸手挥了挥香气,卢武付费一句老不正经的东西。 卢武虽未像毛家这般掌握五百铁骑,却也有大量精锐私兵,老人已豢养甲子著称于敦皇城,私兵两百,其中甲子占了一半,这次城内仅无谓倒割了两百,她的几名甲子功不可没。 按照秘密约定,事后坐下来瓜分战果,那女娃和两三百宫女都归毛瑞这老色胚所有, 她则要那宫中所藏的数百具兵甲,置于武池城主收集搜刮入藏经阁的全部秘籍,则由橘子州慕容保顶的一头走狗去接手。 这次不光彩的篡位,算是大家各出其力,各取所需,省得等下分赃不均,到时候再闹出一场乌烟瘴气的窝里斗。 当看到那团锦绣衣袖出现在城门口,所有人都不由自主摒弃宁神,便是毛瑞这种老神在在的老狐狸, 也下下意识停下揉捏嫩肉的动作,微微用力,那名吃痛的嗜香女冷汗直流,小手一抖,手持金铲子的她不小心铲坏了龙咸香块,多刮下几两香料。 毛瑞眼神死死盯住那位身段诱人身份更可口的锦衣女子,而一只干枯如老松的手则扯住女臂的头发。 按在香炉上,侍女被烫得嘶声尖叫,毛瑞慢慢松手后,不离踩缩在角落瑟瑟发抖地破向侍女。 除了他们这些大人物遥遥对质,宫外五百金无味更是剑拔弩张,一批两百旗,不过有三十黄金甲氏坐镇。 另外一批人数占优,有三百人,而且掺杂了许多鲁家甲子死士。 更有毛家重金引诱来的一百来号江湖人士,一半是敦煌城本土势力,一半是近日由城外渗入的亡命之徒。 这批人密密麻麻聚集在一起,声势一样不小。 陶勇是公认慕容保顶麾下的一条恶犬,他在敦煌城内势力只算末尾,主要是渗透得十日不多,才五六年时间,比不得毛家和宇文端木这三个靠年月慢慢积累起威势的大家族,不过城内许多成名的江湖豪杰都归拢在他帐下,而且有十几名慕容亲军打底子,不容小觑。 这次他精锐尽出,而且胃口小,只要藏经阁那几十本生辟密集,故而有一席之地。 他不曾骑马,只是不行,朗声道,姓燕的,你暗中害死城主,整整两年密不发丧,心机如此歹毒,不愧对列祖列宗吗? 暂任紫金公公主的红鼠笑了笑,简简单单说了一个字,杀。 金吴为骑兵展开一场不死不休的血腥内耗。 当鲁家甲子和陶永嫡系以及江湖蟒夫都投入战场,使得黄金甲氏都悉数战死,再去看那名女子仍是轻描淡写挥了挥手,连宫女和老宦官都掠入门前血河。 毛瑞有些按耐不住,走下马车,来到鲁武身边,沉生问道,宇文端木两家当真不会帮着那小玩儿。 与那两个大族有密切联姻的鲁武摇头道,绝对不会,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补雀台。 毛瑞松了口气,激笑道,这个你放心,补雀台有老夫的密探,这次一定不会插手。 只要宇文端木不出手搅混水,老夫不介意分给他们一些残羹冷制。 卢武冷哼一声。 桃勇有些怜悯地望向那名妖艳女子,敦煌城台面上就只有这么些人,就算你还有一些后手,也扭转,不了战局。 须知马上还有五百铁骑入城。 嘿,可惜了这副皮肉囊,真是便宜姓毛的老玩意儿。 红薯形丹影之,站在空落落的宫门前。 伸出一纸,重重抹了抹天生星红如胭脂的嘴唇。 他由衷笑了笑,可惜没大雪,否则就真是白茫茫,一片死得一干二净。 就当红薯准备出手杀人时,人海见次分开。 五百铁不曾有一铁入城,只有一人血衣被剑脱刀入城。 一身鲜红,已经看不清衣衫原本颜色。 他手中提着一颗女子头颅。 这名被剑脱刀的年轻人丢出头颅,抹了抹满脸血污,说道, 这娘们好像叫毛柔,说只要杀了我,就给他手下吹销。 我就一刀搅烂了他的嘴巴,想来这辈子是没法子做那活了。 然后他指了指红薯,他是老子的女人,谁要杀他?来,先问过我。 未完待续。